我剛剛要提到的就是說 這個當黨主席掌握了這個黨產 其實他就擁有無上的控制權 記不記得那一年要選立法委員的時候 當時從中央指定了幾個人 要選立法委員 包括了什麼蘇俊斌 鄭立文 還包括了台中的江啟臣 當時大家就說 這是馬金系統的人 國王的人 他們拿到的競選經費 就跟其他被提名的 國民黨立委的錢是不一樣的 當時好像別的委員是300萬 可是他們就拿到了500萬以上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嫡系的人馬 那個時候當秘書長是誰 是金普松 然後金普松還敢說 他對黨產不知道 你當然知道啊 你擁有那把鑰匙 開關閥 這個要給多少 那個要給多少 是你在做決定的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好 所以由這個例子可以證明就是說 當你做上了黨主席之後 你才會知道 有錢好不好用 當然好用啊 否則當時馬英九講了幾次 黨產要歸零 歸零了沒 沒歸零啊 因為發現很好用啊 你看他選總統的時候 他第一次選總統的時候 哇 那個電視廣告是怎麼下的 一支廣告長達幾分鐘啊 那個馬在那邊叫的那一支有沒有 氣勢磅礡 看了大家都好感動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大家趕快投票給你 那一支廣告要花多少錢 黨產好不好用 好用 當然好用 所以不用歸零 更何況就連陳長文 不是號稱馬英九國師嗎 都還在聯合報寫了洋洋灑灑 他呼籲馬英九 黨產就按照承諾 歸零吧 全部捐出去 馬英九捐了沒 當然沒捐 為什麼 太好用了 好啦 現在移交給黨主席變成朱立倫 朱立倫 朱立倫也是說對 不易的 當然就要還回去啦 結果呢 好不好用 很好用嘛 因為接下來 馬上要選的是立委 接下來他自己要不要參選總統 不是二零一六 就是二零二零嘛 那他自己要不要用 當然要用啊 所以我們在講國民黨的黨產 其實就是製造整個社會不公平選舉的一個最最惡劣的一個最惡的冤手 就當你在跟別的政黨競爭的時候 你擁有這麼龐大的財產 光一支電視廣告就可以把其他所有的黨都給砸死的時候 你覺得這場選舉會是公平的嗎 那所以對於朱立倫來說 當時你的承諾是要捐黨產 是要黨產歸零 可是你現在不覺得你就必須要有一個好的說詞 等不到啊 就朱立倫你好膽也出來說一下 啊 因為我當時鬼迷心笑不知道錢這麼好用 現在覺得亂好用的所以我不要捐出 你就給個說法 你就算給這種不入流說法 我也接受 重點是你要出來講清楚嘛 而且國民黨的黨產 如果清清白白 真的只有兩百多億 就像你們報內政部的一樣 你覺得林德瑞有需要這樣支支烏烏 哎呀 電話收訊不好 你是在山區嗎 你為什麼會電話收訊不好 現在在臺灣 大哥大手機要到訊號不好的地方 其實不大容易啊 如果這件事情是坦坦蕩蕩 公公開開的話 其實你大可以 就直接 媒體詢問的時候 你就講清楚嘛 你何必要用一種閃躲的方式 你的態度其實決定了 你能不能夠獲得人民的信賴 你今天越閃躲 大家就會越懷疑 蛤 真的嗎 真的只有這樣子嗎 看起來好像不像嘛 就像馬英九的競選 他競選總統的時候 他不是跟中選會報說 他一共用了四億 你看他那樣子的規模 這種規模會只用四億 全臺灣這樣跑 廣告這樣下 連勝文就不止了 連勝文就不止了 對不對 更何況他還是選台北市 你馬英九是選全臺灣 是全國跑透透 你有臉爆那樣子的競選經費 而且剛剛傑銘講得好 就是說光土地跟房舍 不要講那麼多的弊案 譬如說什麼國發院土地 中廣 中癮 這些案子 我們會一個一個揪出來 除了這些大家耳熟 能講到案子之外 民眾服務社 複聯會 救國團 光房舍跟土地 在全臺灣佔據的這些地方 還有市黨部的土地 別忘了 沒錯 全臺灣市黨部的土地 你還有臉爆一共兩百多億 這要騙三歲小孩嗎 如果國民黨真的如此清白 全部上網公開告訴大家 這筆是什麼 那筆是什麼 然後呢 全部總加總 對啊 我沒有說謊嘛 就兩百多億 全部透明公開啊 取信於民嘛 所以我料準 當時朱立倫他在說黨產規矩的時候 我就料準 抱歉 他一毛錢都不會還了啦 其實我跟妳說 我這邊一定要做個人行力牌 還是朱立倫的 然後呢 就是到那個家 他的每天 幾天幾天 還沒有公佈這個黨產 我一定要請製作單位做個朱立倫一下 看你到幾天了 現在已經是三個月了 但是呢 再看一下這內容 是黨產上經營的林德瑞 擬告胡忠信沒告 那麼其中有句話 林德瑞上午接受訪問表示 何來了一千三百五十億 關於這個胡忠信的指控 林德瑞說他會請律師研究 該提告就提告 那麼林德瑞重申 他當初在國民黨中常會報告 黨產進只為兩百三三億 沒有所謂的一千三百五十億 而在所有的參選報告中 完全沒有一千三百五十億 他報告的是黨產案 至今還放在國民黨的網頁 也和內政部有申報 不至何來一千三百五十億 希望外界不要再以而傳而樂 林德瑞說他從他在國民黨中常會的黨產報告 到移交給新任行管會主委所有的文件 都沒有所謂的一千三百五十億 好 最後他希望政論名嘴 不要創造新聞 用欺騙的方式來誤導民眾 完全沒有任何新聞專業倫理 好 這是一百零四年四月十三 但是講這麼多 林德瑞我想請問一下 國發院的案子 我們要不要談一下 國發院可是拿著槍 對著地主說把土地交出來 我們進行廣告